大家好,歡迎收看健康動篤銷 我是郭德欣 今天我身邊坐著黃醫生 黃醫生,你知道 一年一度的暑假很快就會來 暑假前肯定要經過一個緊張的考試 這個考試櫃殺到 令很多考生都覺得要爭分奪秒 每天都做大量考試的題目 令眼睛很疲勞,人也會很累 是的,呼吸備考時 很多同學都學習到深夜 但是往往感覺思維遲鈍 記憶力下降,學習效率不高 甚至疼痛失眠,產生近視、弱視等現象 可以說是非公辦 老實說,如果一個人長期睡眠時間不足 就會打亂我們的生物中 從而導致我們人體的免疫力下降 也會令我們人不太健康 經常用腦袋都不太清晰 睡眠可以停避類外的刺激 讓神經細胞處理或固化白天所學的知識 對生命來說是一個非常必要的過程 睡眠不足,自然記憶力就有所下降 又如何能記住所學的呢 不過話實說,現在同學真的很辛苦 看這麼多書 看久了,眼睛都會很累、很乾癟 這樣 有的同學用眼藥水來緩解眼睛疲勞 但是長此以往,會讓眼睛乾涉疼痛、流淚 患上肝炎症 所以關鍵還是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 和用眼習慣,勞逸結合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個竹品 會有緩解洩力疲勞 還有改善我們睡眠功效的竹 就是蠔豉杞子竹 蠔豉杞子竹的材料 有蠔豉肉100克,小麥50克 杞子30克,香菇4隻 做法很簡單 先將新鮮的蠔豉肉浸水後 將髒東西洗乾淨,然後用來備用 將小麥杞子洗乾淨,香菇切成塊狀 將所有材料放在鍋裡 加入清水,用大火煮開之後 再加入生薑絲小許 專為用小火煮30分鐘 令肉熟透的竹煮開,這樣就可以了 再加鹽和小芹菜 用來調味就可以食用 那牡蠔肉呢 肝鹹、性平,能滋陰陽血 臉陰淺陽,既能除了安神 幫助睡眠,又能補肝瀰目 對環節視力疲勞,有不錯的療效 葛啟質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 多種維生素和鈣、鐵等健康眼睛的 必要營養物質 固有名物之功 再加上養鮮健皮的小麥 滋補和調腸胃 因此牡蠔果啟座 是一道名物安神的美味 其實除了食療的方法之外 還有甚麼辦法可以輔助 幫助我們各位同學 可以換解洩力疲勞 和改善睡眠質量嗎 令緩解視力疲勞 關鍵還是注意休息和注意用眼衛生 當然還可以定時做援保健操 挪按眼睛周圍的效益 可以有效地緩解視力疲勞 要保安定用途循環 可以用途循環的所有食材 或者是途循環的 因為我們要用途循環的 我們有否記得要狀況 大家可以改善一個 戰士教育的 既然要關節在新的 宇宙則を控制 我們現在的 可以上到廣市網店的重溫 若然對我們節目有其他疑問 又或者養生技巧輸入諮詢 也可以關注評伯下方 健康動篤銷的新網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 謝謝黃醫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